我 我知道 带个人回来家里 是得先跟你说一声 但是我 我不是都道歉了吗 你别生气了吗 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个人 你还妥协 那还不是因为咱爸 跟他借了钱 借了多少钱啊 是以至于款吗 咱们不能把钱还给他吗 我也问了他借了多少 他都不肯告诉我 我们怎么还 不肯告诉你 巨款 说不准 又不怕 他干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随便动我的东西 你太过分了啊 你为什么要偷看我的东西 你给我 我是不小心看到的 真行 长青 这什么呀 你也太夸张了吧 那个沙发是一张沙发床 我知道我寄人理想 但是出于动物的本能 我还是得要画清我的地盘 从现在这一刻起 地毯以上所有的空间 都属于我自己 你把脚稍微往外挪一挪 我要告诉你 地毯是我的草坪 帐篷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的私人空间 也请你和你的家人 尊重我的私人空间 可以 谢谢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尊重弱势群体 说说干嘛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那你先回答我 你真的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 不是不错 是很棒 什么人做什么样的节目了 那你是什么人呢 我 我是一个节目制作人 有的人呢明明很有能量 却没有机会 我呢就想帮助这些平凡凡的人 给他们一个机会 看起来这个节目宗旨很慈悲 他不像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像神 像你的发型 哪吒 我想加入 加入什么 加入明星的诞生 真的假的 君无戏言 吕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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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没早餐啊 吕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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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自理 齐修厂间 去哪儿 上楼换衣服 十分钟以后 我们客厅间十五分钟 客厅间 穆穆穆穆穆 穆穆穆 旭 大姐 大家好 你们怎么都来了 我听小薇说 你们俩在做新案子 反正周末我就來参与一下 是啊 大姐 我们可是你最强的后援团 来来 泡面马上就做好了 你看 还有吃的 比我自己在家强多了 来